这个不是千万看到春生和小梅的新婚之夜吗 我觉得这一集弟弟肯定是看了 然后他看起来之后就 弟弟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这是在内喊你哥吗 你是想跟哥哥说 你应该靠得我的肩膀才对吗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在内喊他哥哥呢 你看弟弟外头看那边的表情 摆出了一份不理你的样子 很明显是想让哥哥看到的 他想让哥哥知道他生气了 真的是太可爱的弟弟了 然后大家还记得《长龙之王》里弟弟的造型吗 他在电影里的代号叫舒克 而昨天梦中那边海已经完美的收官了 哥哥他就发了微博 然后也配了一张图 就这张图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啊 这不就和弟弟拍套了吗 就这个组合他就特别的般配 让我想起了那一对兄弟 第一代号叫舒克 那哥哥就是北他了呗 好一个开飞机的舒克 和一个开摩托的北他 然后他就给哥哥弟弟 起了一个新的组合名字 雷雨精春 这是一个好名字 但是为什么不是春惊雷雨呢 这样也很好听啊 春惊雷雨是真的 春惊